內地目前有超過3.3億架汽車 哪個城市汽車最多呢? 截至2023年9月底 中國汽車最多的城市 並非很多人心目中的北上廣深 而是四川的省會成都 該市共有汽車639.5萬架 論人口和GDP 成都都不太高 但當地有發達的汽車工業 內地一些大城市 為了解決交通制塞 會規定單號車牌的汽車 只能夠在單日行駛 而成都既不限制汽車行駛 亦都沒有限救措施 汽車數成為全國第一 在成都和北京之後 中國汽車最多的第三至十名城市 是重慶、上海、蘇州、東莞、鄭州、 西安、武漢和天津 排第十名的天津 亦都有411.7萬架汽車 香港又如何呢? 香港2022年 共有機動車輛92萬多架 和內地大城市相差甚遠